你可以听到吗 我有点吵 你说吧 我联络您好久了 最近中文联练 就是我最近一直心里有个疑惑 想让您帮我解些货 嗯 别套wuff了 直接开始 咱们是老乡 我也是东北人 然后最近我一直在看到一个东西 然后我一直在想 因为我也是被别人引导的 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别套wuff了 你快说你这支不在墨 给你提一去了 装什么呀 杀了非得把尾巴夹起来 就是东三省统一到底可不可以 什么东西 东三省联合自治 来来 我觉得这个画质挺好的 打听上来都打到了 来 呃 我点要接受 我这可能看不太清 没事 没事 哎 我点开起来 可以看到我吗 但是 看不着 你这现在是没有什么的 你再发起一下 再发起一下 我打开了 我给你冲发一下吧 嗯 来 接受 嗯 开启 试清电线 嗯 你那啥手机没上头啊 哥们 哎 可以看到吗 有 来 你接受一下吧 你接受一下成为主卡 来 好 接受 嗯 我不是 来 你给我那个哥们 你给我露了刚才 我可能比较单纯 来 别别别别 你露脸 来我看看你 来 我问问你刚才这话是你是听谁说的 我看抖音上一直最近好多好多网友都在发 来 我现在给你时间 就是 我现在给你时间 那好多人都在发 嗯 就是一开始是 最早是 等会 等会 打住 我不着急 我现在给你时间 最早是 张三 李四 谁发的 最早是看抖音 你别老着急往下说 你干啥呀 哥们 张三 李四 谁发的 现在我给你时间去找 没有的话我就按你说的 是这样 他们不是说建议统一 他们是说 可不可以统一 他们又是谁 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 我听听 这个他们是谁 你现在能够取出例子吗 没有的话就按照你算啊 你把你脸露出来 哥们 你告诉我 张三 李四 谁说的 我也不知道谁说 我刷不到了 就是我收藏里面有 我的喜欢里面也有 对 你现在 你现在啊 点断开连麦出去 给你五分钟时间 把你收藏喜好 给我截图 我看看是谁发的 没有的话哥们 就这一段 我也够 好不好 去把截图给我发过来 五分钟之后 找我回来找我理解 我是发到哪里吧 发到我账号私信 好吧 好好好 我现在去截图 你要不发 我就拿这一段找你啊 五分钟之后等你 来把它等一会儿 不好意思 刚刚发现了 我今天准备很烦 来 睡一会儿 烤肉还没得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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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嘴上 管你看点啊 这小伙发完了以后拉他一下吧 回来以后拉他一下 看到了吧 我发给你了 确实是我之前看到 就是他们说 就是成立像内蒙古 或者广西这种自治区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说的意味着啥啊 哥们 我不懂 所以说我心里一直有这个疑惑 小伙伴把我解 哥们你在分裂 我不懂这个是什么 你在分裂 不是分裂 就是自治区域 像广西内蒙古这种自治区 你在分裂 你在分裂 这也算分裂吧 你在分裂 我以为我不太懂 因为我是厚龙江山牡南江人 然后我周边很多都是 那个我们牡南江领口县 就是我们那边的人 然后他们都说这个不行的 然后东北一定要支援全国的 我说 那如果我们自己就是什么资源 石油什么 我们都不往里走 我们自己是不是很富 就不用出来上班了 这还不叫分裂吗 不是 你当着我现在两万四千人 那边还有三千多 你当我将近三千万人的地方 你又要再说一遍 那我不说了 我不说了 因为我不太懂 我有了好久问您这个问题 就是按照他们 按照他们说的东西 哥们我想问一下子 就是你在抖音什么看视频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什么样的视频 是挨骂视频 什么样的视频 你们全是带节奏的 懂不懂 我不太懂 我刚毕业没多久 怎么这代表啥 就是最早也是看他们说 往西部迁移 振兴西北 然后我慢慢的刷到振兴东北了 然后我就看到好多人说 振兴东北怎么怎么样 但我不知道这个 我也是 我告诉你 我跟你讲很简单的例子 总就是 我们这个作为东北人 作为东北人 总会容易被人带个节奏 又啥呢 总感觉今时今日的 今时今日的这个就是 近况 包括东北的发展程度 总会觉得不如人家南方 那这也是实话说 确实是不如 对吧 无论消费党次也好 还是啥也好 但是首先我告诉你 真正该去看的 不是说 你要当这根手指 这只手上的哪根手指 因为这只手上手指 有最短的 有最长的 还有最粗的 对不对 要看的不是你是 这只手上的哪根手指 因为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只要你不是这根手指 这只手上最长的那根手指 你一定是有话说的 就即使你不是最短的那根 你也会有话说的 你听懂了吗 所以说本身这种比较方式 是在比较什么 是想通过说 啊 是不是东北这些年啊 这个什么 比如早期中工业啊 也好啊 粮食出口 那个粮食出产也好啊 是不是意味着 今天的东北应该比上海还富 不是 这不等于这个话题 但是今天的东北 只要步入上海 这些人就会很多人 就会很多人 站出来说就带这种节奏 这种节奏的意义是啥 是让本身就穷 本身就没什么见识 本身就在社会上很难以生存的人 去找到共鸣 仿佛他们今天的失败 就是像你父母那个年纪 仿佛他们今天的失败 是源于就是当时啊 东北没富起来 或者怎么着 仿佛东北要是富起来了 他们也能成为其中的富人一样 实际上这里面是有非常多的逻辑bug 我们就幻想就是 如果现在东北是守着海边 就东北是守着海 上海反而变成 这个是这种 就是属于沿海城市 反而旁边有什么东西 如果东北富起来 你的那些上网那些抱怨的人 他们会被死而富 因为死而富起来吗 不会的 与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而且在这个90年代初的时候 可以这么说 全国哪个城市的 哪个地方的人 都有平等的机会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属于可以说 百废戴行百花齐放 对吧 市场上啥都没有 一个录音机 一个卖磁带的 都能翻身上去当那啥 都能当上那个财主 那个机会对很多人来讲是公平的 甚至说你不能说全部吧 因为毕竟有些人他也是先接触了这些东西 就是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讲 他是公平的 不能说绝对公平 他是很公平的 而在那个时候 我告诉你甚至时至今日 在东北就有这个恶习 我就说这个叫恶习 就啥呢 求个吻 求吻 什么概念 就是我年纪轻轻出去了以后 上班 你问问你家里给你的意见是啥 如果说有一个汉劳保收 咱也别说体制内 还是说这个国企 一个汉劳保收一个月4000块钱工作 你家里头也会推荐你去干这个 你另外一边的工作一个月8000 他也说这晚上不稳 我告诉你这东西跟见识是有关系的 就是你现在此时此刻混的不好的人 混的混成就是比如说社会上 因为社会上来讲你说东北有东北的物价 南方有南方的物价 东北挣的少 但你花的也少 但是很多东西 对于东北来讲 就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讲 他是同一个价格的 他价格是不会变的 比如一辆跑车 就你在刷礼物的时候 你一辆跑车 你这个是不分你是不是东北海南方 他这个价格是不会变的 你在互联网上买一条裤子 对吧 同样一个品牌的裤子 他这个是不会不能变 所以一定会有怨气的 一定会怨气的 凭啥我挣这么少 对吧 你再说的是凭啥我挣这么少 首先全世界哪个国家也不可能 就是像到了是 但凡人口超过一个亿的地方 都不可能说所有地方挣的钱是一样多的 第二点 就以这个求稳 汉落保收 汉落保收可不是个成语啊 是个东北成语啊 汉落保收 以这个思想要求稳 然后还不敢闯 然后还要抱怨 那这些人 他一定会变成社会中的渣子 每天只在这个互联网上面 去散发负能量 去冒黑烟 就好像仿佛 就是只要是个人欠我多少多少 欠你吗 就如果说东北或者怎么样的 这就欠你吗 不欠 但是呢 好 我要跟你说总结了 但是呢 这些人一定要在互联网上干嘛 去散发这种信息 比如说 哎呀那东北单独算吧 我们单算吧 怎么样 这不让我们单算 我们好像多牛逼一样 我实话实说 单算 也狗屁不欠 单算 就 就 这谁来往开人 哪个管理闲得没事啊 谁有病啊 他哪个管理有病啊 我告诉你 就单算 你发信息就是发这些东西的这些人 在这个圈里面还是狗屁不识 就真单算 就打回时期时代重来 他们也还是狗屁不识 因为他们的问题出现在认知上 所以听懂了吗 他们到最后只是给什么 给失败的人群去找一个看似合理的借口 我今天狗屁不识的原因 是因为政策 是因为经济 我明白了 那我就是被带节奏了 你最好是被带节奏了 至于怎么说哥们儿 至于是你是真是被带节奏了 还是不是 这留给别人去说 好不好 有给别人去看 我看底下弹幕一直在说我是日本人 我家是黑龙江城 某天市林口县的 没必要说 我真是个美人 哥们儿如果你身为一个大学生 我告诉你 你知道比起这些人更可悲的是啥吗 就比起刚才我说那些网上的驴马烂的 就是发表这种言论 完了就是 你让看起来让自己的无能变得非常合理 比起这种驴马烂的更可怕的是啥 知道吗 是我这种人 是你 是你这种 你上了大学 你连这都不懂 我心里一直在 嘘嘘嘘 可悲啊 真的可悲 真的我不信 我不是跟你整节目下 我真挺可悲的 我倒请愿他吃真傻 不是装和美傻 很可悲 对 我看着马上 我看着马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